这个男子之所以如此悔恨 是因为他曾用一把镰刀 砍断了自己亲哥哥的腿筋和两根手指 不仅如此 自己的大嫂也死在了他的镰刀之下 这个在全村人眼中从小就安慰老实的年轻人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故 才能化身如此冷血的恶魔 那是2006年4月17日的早上9点多钟 元南省宜良县的蓬莱派出所 接到了一位年轻男子的报警电话 男子称自己在辖区内的一个村庄里 连杀了两个人 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了事发地点 现场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 在相隔几十米的路边 分别导着一男一女两名被害人 两人均是浑身是血 一动不动 经急救人员现场确认 女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不过男子还有微弱的气息 最终经过抢救 男子在医院里脱离了生命危险 同时案件的凶手也正在看守所中接受调查 凶手名叫刘绍荣 是事发本村的一名村民 而两名被害者竟然是他的哥哥和嫂子 据刘绍荣供述说 自己当天早上本来是和嫂子商量承包地的事情 因为在两年前自己种了哥哥的吉姆耕地 而就在今年哥哥却要收回去 不让他种了 在商量的期间 自己与哥嫂就发生了冲突 最终自己就做出了如此残忍的事情 听着刘绍荣的供述 所有人应该都很难理解 难道就是为了这点事情 就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的亲人吗 那这刘绍荣到底是怎样一个蛇蝎心肠的人呢 刘绍荣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因为条件差 哥哥一直到了三十七八才娶上个媳妇 而娶妻也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所以跟哥哥相差没几岁的刘绍荣 在当时就面临着打光棍的危机 不过还好 最终经人介绍 刘绍荣去了邻村一户人家里 做了上门女婿 平时老实话交的刘绍荣 凭借着吃苦耐冷和勤奋的优点 很快就得到了妻子和岳母的认可 婚后夫妻俩的感情相处的也非常的和谐 但是偏偏刘绍荣的岳父是个脾气相当火爆的酒鬼 一家的人包括刘绍荣的岳母都非常的怕他 自从刘绍荣过了门 岳父把所有的矛头都转向了他 平时有点不容易的地方张口就骂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岳父一喝了酒 那就是全家人噩梦的开始 岳母妻子和刘绍荣都要成为岳父的出击桶 而且醉酒后的岳父手底下从来就没个轻重 有一次刘绍荣因看不惯岳父酒后对岳母的打骂 因此和岳父起了争执 岳父抄起院子里顽口搓着竹筒 追着刘绍荣就打 直到最后竹筒从中间裂开 刘绍荣也被打昏了过去 岳父才停住了手 就是这样的日子 刘绍荣在岳父家一直过了三年 因为实在无法忍受 刘绍荣带着妻子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并在父母和哥哥的帮衬下 在村子里盖了两间房 那几年因为哥哥承包了村里的几十亩耕地 在不辞辛苦的劳作下 日子也开始富裕了起来 所以当时哥哥就和嫂子商量后 分出了几亩地给刘绍荣种 当时刘绍荣对哥哥嫂子也非常的感激 因为这几亩地有可能就是刘绍荣改变命运的翘板 第二年在刘绍荣的精心打理下 这几亩地已经成为了村里收成最好的地块 可是到了第三年 哥哥却找到他说要把地收回去 原因是哥哥承包的几十亩耕田到期了 而刘绍荣种的是哥哥自己的地 现在哥哥想收回去自己种 这突然的变故打乱了刘绍荣对所有未来的畅想 他多次找到哥哥 说让自己再重几年 哥哥也相当为难地说 这都是你嫂子决定的 地收不回来 你嫂子就得给我闹离婚 你总不能看着我跟你嫂子离婚吧 哥哥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刘绍荣当时低着头也无话可说 最后就和哥哥商量着 收完这一记的庄稼 自己就把地还回去 就在2006年4月17日的早上 在地里干农活的刘绍荣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打理的庄稼 长势这么好 她心里又充满了失落和可惜 就在回去的路上 刘绍荣整巧就碰见了自己的嫂子 知道根源就在嫂子这里 刘绍荣本想着再和嫂子说说 让她再多重赏两记 而在嫂子的心里 刘绍荣这就是不想还地的表现 自己在她最可怜的时候帮了她 如今要回自己的耕地都这么费劲 而且自己已经做了让步 让她再重一记 刘绍荣不知感恩 反而得寸进尺起来 当时嫂子就没说什么好听的话 只丧骂怀的说了一些农夫与蛇 和狗咬吕洞宾的比喻 说自己要是早知道这样 那地就算是慌着 也不给这个没良心的玩意儿重 听到这话的刘绍荣 当时就和嫂子在打击上吵吵起来 而这一幕恰巧就被哥哥看见了 哥哥跑过来就给了刘绍荣两脚 说你怎么还敢跟你嫂子嚷嚷呢 耕地这事是我做的主 没什么可商量的 你要是再嚷嚷 明天你就别中了 没有你哥你嫂 你现在还在那边 让人家当狗欺负着呢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 哥哥这些话 包括那两脚 就是提给嫂子看的 可是刘绍荣当时彻底就懵了 他认为自己的亲哥亲嫂 就没有把他当亲人对待 甚至联合起来欺负他 而且竟然还在大街上 这么的羞辱他 他瞬间就想起了 当年在岳父家 受到的那些折磨误打 他也曾想过 再过几年 自己活出个样子来 让岳父瞧瞧 可是这一切的幻想 即将被眼前这两个 凶神恶煞的人给破坏掉 他举起手里的镰刀 朝着其中一个 对着他指指画画的人 疯狂的劈砍着 尽管这个人的嘴里 不停的喊着弟弟 喊着少荣 随后他又转身 追上了另一个人 直到自己连举起镰刀的力气 都快没有的时候 他才发现 眼前这个已经不再挣扎的人 是自己的嫂子 随后他跑到村里的商店 向当地排出所 打去了自首电话 而这次事件 最后也造成了 一死一重伤的悲惨结果 因考虑到刘少荣 主观恶性不强 及家庭状况等因素 2006年的9月 刘少荣最终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 在入狱期间的刘少荣 越是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越是被心里 那无尽的负罪感所压抑 而且入狱的四年时间 自己的父母亲人 从没有来看过他一次 这更加加重了 刘少荣内心深深的自责 甚至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障碍 为了能打开刘少荣内心的屏障 促进更加积极的改造 监狱民警 专门赶去了刘少荣的老家 打算说服刘少荣的家人 和哥哥去监狱探视 可是当民警到达刘少荣的老家 看到了刘家人的生活状态后 那些组织好的 劝为兄弟和解的语言 却不知该怎么说出口了 你这冬天不冷吗 冷啊 但是站在习惯了 不觉得冷 直接是 你直接就觉得 走不下来 这样子 也是不得饱 这样子还挺你 还坚持你 虽然捡回来了一条命 但是刘少荣大哥 右手的两根手指被砍掉 右腿的神经也被砍断 致使膝盖以下 没有了任何知觉 甚至开始出现了萎缩 腰部的伤 也使他基本丧失了劳动的能力 为了给刘少荣的大哥治病 不仅花光了一家人所有的积蓄 甚至还卖掉了家里的宅基地 以至于包括刘少荣的 两个孩子在内的一家五口人 都挤在老两口 那透风杀气的土坯房里 而这个昔日里家里的顶梁柱 每次再看到田地里劳作的两位老人 看到自己濒临垮塌的生活状态 看到跟着一起受苦受难的孩子 他都无比的憎恨 能够给他造成这一切的人 孩子孩子孩子 就是孩子孩子 你说用这个指引法 都会那个自己 是会冲动的 就要他打过卡彩这个样子 看着刘少荣哥哥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连民警都觉得 自己说出的那些宽慰的话 根本无法缓解 哥哥无论是心理上 还是身体上的伤痛 可是当民警拿出了刘少荣 在狱中提前录制好的视频 只是那一句大哥哥哥的脸上 便流露出了一丝的动辱 大哥 我想接你 我不敢接你 知道你很容易找我 很高兴 那你听完你弟弟那句话之后 明天是见他吧 去见见他吧 好吗 好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